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 昨天晚上 拜登政府连遭挫折 挺文化的词 连遭挫折 民主党人要去弹劾川普 几乎失败 他共和党的一位提议的议员 阿肯色州的议员 他的说法就是让弹劾案死在路上 不让他进参议院的门 另外 德州面对总统令 借助法官给他否定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这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26号 25号 晚上七点多 众议院在一位加州的很秀才 就是很漂亮的议员的带领下 那漂亮到什么份上呢 是中共女间谍方方的睡客 不是游睡的睡 是方方的睡客 手捧着弹劾川普的这个叫 这个叫Resolution 革命书 很道德 很吸服 很道德 很吸服 很油光粉面 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 来到了参议院 宣读要弹劾前总统川普 这是今天的美国 中共女倦谍方方的睡客 手捧着宪法 给予权力的这个叫做 弹劾前任美国总统 这就是美国 人说装孙子 人孙子都不装 你大家就这就这几条 你就这么个人 捧了这么个东西 要去干这个事 说是宪法规定的 你说是不是人 那到了这是25号晚上 26号下午 参议院就得讨论了 你它是哪块肉 那是人家穿着西服 都是人样 参议院就讨论了 参议院的50对50 50民主党人 50共和党人 他的副总统 是相对的参议院的议长 所以在参议院 民主党人 喊着民主的都是肉欲的 你别不高兴啊 喊着民主的都是肉欲的 就是骗的 出的这些 我们刚才讲述那个故事 就是从上到 民主的意思 我不受约束 道德是何物 自由是天理 自由是什么 自由就是 我想咋来就咋来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如果在美国军队当中 那些女人如果按照今天副总统的概念 我是自由的 那强奸案肯定少 强奸案肯定少 卖银的多 就这事儿 人就这点东西 今天美国就堕落到这份上 其实他不只是堕落了 他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把今天人类的堕落的掩盖的面纱给揭开了 那共和党人呢 就是尚存的 里面有一些人 他尚存的生命理念 在道义上 在尚存的道义上 可不是有多高尚啊 他尚存的道义上 这个人是这个阿肯色州的议员 叫Paul 他是在参议院当中 与克鲁兹和霍利 很少有的 能够坚持人的基本道德理念的人 对川普 谈和川普这件事情 他非常愤怒 但这个人呢 这个人相对 我咱也说不上来 克鲁兹非常正面高达 霍利呢 是最早挑战的 挑战这个弹劾的 那Paul呢 他的做法非常的实际 就是他 他干一些很实在的活 他挺绝的 他就在参议院 昨天一开始讨论 要发言呢 一开始 他就抛出了一个动议 动议就是我提个建议 他叫动议 我们在有关弹劾的问题上 咱们在参议院先投个票 到底这事儿弹劾不弹劾 这事儿值得弹 对不对 因为在我炮的角度来讲 第一 弹劾是弹劾总统副总统的权力 他今天川普没有权力了已经 没有权力了 是众议院来提议 但真正弹劾的场所是参议院 当你把那张破纸送到我 在那个说客的角度上 送到我参议院的时候 那人家已经不是总统了 讨论的问题就在这儿 所以Paul就说 你瞎来违反宪法 他是违反宪法 第二个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 罗伯茨不来 他不来的原因就是说 你弹劾的人不是总统 所以我就不来 那个罗伯茨再傻蛋 再奸华 他表现在奸华上 他知道 我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我不可能去审理一个普通公民 去用弹劾他的权力 普通公民没这权力 他搭不上 所以罗伯茨的拒绝来临 就已经否定了弹劾案的 本身的合理性 所以在昨天一开票 就讨论 一开始讨论 就先投他这票 投完票之后 45个共和党人反对 包括麦克奈尔 55名赞同弹劾 所以Paul的阻止令 就是阻止的动议失败了 但是 是罗伯茨是马 是驴是牲口 还是二椅子 他给弄出来了 弹劾不可能成功 共和党人有五个背叛 但是 想弹劾充功 需要18个共和党人背叛 所以就基本否定了 那在参议院当以这样的结果出来之后 也就证明 你看起来是输了 对不对 就证明谁是正常人 谁不是 也就证明弹劾的本身完全失败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而共和党人本身呢 他知道如果敢 如果这个弹劾这么走下去的话 共和党将完全毁掉 那为什么民主党这么做 民主党想政变 借助弹劾案 分化共和党 摧毁整个党派 是他共和党自己找 共和党当初出卖了川普 在欺诈选举的过程中 他们的党魁率先出卖川普 从而出现今天 共和党本身的分裂 因为共和党里面 尚存一些人 他有着道德约束的 他对共和党党魁 那些出卖者的做法 比如说彭斯 这种出卖者的做法 他们不能接受 他有着基本的 尚存的道德约束 会自然就把共和党分裂了 所以如果要推动弹劾 如果要推动弹劾 就会把共和党完全摧毁 一盘散沙 那就会造成 那在今天的美国政坛 美国社会中 美国政坛中 民主党唯一存在的一个政党 这是人家脱了裤子耍流氓 以这个方式 为什么要拼命干 拼命弹劾川普的根本原因 结果因为首席大法官不出现 他们就找了一个 这个人叫Patrick 民主党当中 岁数最大的一个男的 在他的里面任职最长的 这个 美国的政客都是 议员很多都是职业的 一座座几十年 而且是传宗接代的 他代替了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坐在了那个议长的位置上 这出声 那个炮提出动议 一提动议 嘎杯 他差点没死咯 他就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送医院了 送医院了 这个讲究这个 他送到医院去 很有趣的 据说昨天夜里 是今天早晨出院了 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个警示 这是个警示 因为 因为 这个这个弹劾还没有开始 弹劾刚刚送过来 所以立刻兑现了 这是神出手的警示 凡是能够 就是能够给予人 一点点悔悟的时间 人都会得到这份时间 即使非常恶的人 但是 这时间是有限度的 人的欲望 时间是流失的 所以人的欲望 还会去满足的 这前后的时间点 是非常恰当的 很少有人报 但确实报出来了 这个人 代替最高法院法官 这个人上来就歇财了 所以这是围绕着 弹劾川普 昨天所发生的事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